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燃浅结婚了 没有办酒席 也没有宴请宾客 他只和池静去民政局领了个结婚证 然后就变成了池家的人 池家是大家族 在本地泼付盛名 可燃家什么也不是 燃浅的父母就是在街上推着小车卖烧烤的 明明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人 可不知道怎么的 燃浅竟然稀里糊涂的就嫁给了池静 燃浅刚毕业就进了池家的公司 领证的那天 正好是他到池家的一周年纪念日 那天中午他母亲给他安排了一个相亲 他去和主管请假 他刚说完理由 主管还没说话 他旁边的那位老先生倒是开口了 你要去相亲 燃浅乖巧地点了点头 那位老先生上下打量了一番燃浅 满意地点了点头 开口道 你是不是着急结婚 其实燃浅不着急结婚 着急的是他妈 每时每刻都想把他嫁出去 所以堪堪然也算是着急结婚 但是早点结婚也算了结了他妈妈的心愿 于是他又点了点头 那位老先生说 我孙子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 你们明天要不去领个证 第二天燃浅拿着户口本 站在公司门前 像个傻逼似的等着一个素未蒙面的男人 去领结婚证 他站在门口的时候才生出几分忐忑来 虽然那位老人很慈祥 可他的孙子万一有点见不得人的癖好怎么办 要不还是算了 大不了以后接着相亲 他正要转身离开 却被急迟而来的卡焰吸引了心神 这是他对车贫瘠的认知里最贵的车 然后他停下脚不好奇地看着 想看看下来的人是谁 那人从车里卖出来 燃浅才发现这人自己认识 史晋是比他小两届的学弟 也是他所在公司的太子爷 果然是能开得起豪车的人 但燃浅和这位天之骄子的关系 却并不融洽 究其最终原因还是燃浅的错 因为他在那个微风和煦 鸳鸯成双成对的傍晚 拒绝了这位学弟的表白 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 他鉴于天气炎热 秉持着不让学弟晒伤的原则 将手里拿着的柠檬水 都浇到了迟劲的头上 并且是站在湖边的台阶上 垫着脚尖的胶的 他这套说辞 迟劲没信 说实话 他自己也不信 等迟劲从车上迈下来 转头要向这边看过来时 燃浅吓得腿软 毕竟当年那时 也是自己冲动了 冲动是魔鬼 燃浅侧过身子 拽起长裙 人毫无形象地就往公司门奔去 但你说声音这玩意 传播速度怎么就比他的步子还快呢 他才走了两步 但他的声音却已经到达他耳朵了 燃浅 燃浅在假装没听见和他是太子爷里疯狂地撕扯了几分钟 最终还是诧异地转身 猝着没不确定地问道 池总 池静撩着长腿脊步 就跨上了台阶 巧妙地挡住了燃浅的最佳跑路路线 唉 早知道池静这么记仇 他就应该把另一杯奶茶也浇上去 虽然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但最起码 他心里能平衡点 燃浅不动声色地拉开了和池静过于亲密的距离 笑意盈盈地说道 真巧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您 恰 这是我家的公司 在门口遇上我公司里的员工 这很正常吧 池静穿着一身黑色西装 头上还打着发胶 似笑非笑地垂眸 看着窘迫的燃浅 不过 你中午不去食堂吃饭 站在这儿干什么 难道 你终于发现 自己更适合当的前台 燃浅松开了手里攥着的裙子 还滕西地扶了扶 带着假笑直视着池静 一字一顿地说 池总见过有人穿着高档裙子当前台 池静一脸嫌弃地打量着燃浅口中的高档裙子 似乎难以接受 你把这种破抹布当高档货 燃浅脸上的表情冷了下来 低下头抿了抿嘴 请问您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我得回公司工作了 但池静没一点眼力见 他吊锒铛地站着 特别招人烦地问 你穿这么好 不会只是为了工作吧 燃浅抬头看着池静 我在这儿等我男朋友去结婚 有问题吗 池静收起了骚里骚气的姿势 挑眉道 巧了 我也在这儿等我女朋友结婚 燃浅听见这话都愣了 池静也在这儿等他女朋友结婚 他有个屁的女朋友 还结婚 笑话 要是池静今儿能结得了婚 他愿意直播吃香 事实证明 饭可以乱吃 但话不能乱讲 不对 饭也不能乱吃 因为妈妈说 吃屎的都是狗 当他们两人向门口辟邪的狮子似的 对峙了十分钟后 燃浅耗不住了 太贪娘的尴尬了 于是 他准备绕过池静 到公司里 去给那位老先生打个电话 把这桩婚事剧了 但他发现 他绕不开池静 因为 他走哪池静挡了 活像一个痞子 嗯 说错了 他压根 就是个痞子 燃浅在第五次被挡后 咬牙切齿地说道 池总 您的腿 可真有想法 池静挑着眉 笑咪咪地接下了这句话 还特别自然地说了句 谬赞 燃浅看着他无动于衷的样子 特别想狠狠地给他一脚 但他忍住了 因为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您这腿 都要成精了 燃浅挤出了一个笑 谄媚地笑道 还行 持近动了动腿 反正挺有灵性的 总能去我想去的地方 燃浅吸了口气 心里唾骂道 本来就找你身上 不去你想去的地方 难道还会去我想去的地方 话说 这他娘的 还真能去他想去的地方 燃浅只好憋屈地转身 走到墙边 低头给老先生打电话 老先生接得很快 他刚一接起 就乐呵呵地问 丫头 你们领完结婚证了 没有没有 燃浅紧忙说道 那什么您的孙子还没有到 所以您看着是 啊 这兔崽子还没到 他不是两个小时前就开车走了吗 老先生中气十足地骂了两句 然后又笑着安抚道 丫头 你先别急 我打个电话催催他 他应该马上就到了 那个 不用了三个字 燃浅还没说完 手机里就传来了嘟嘟声 他生无可恋地垂下手 长长地叹了口气 早知道就不答应这件事了 这人也太不靠谱了 都出发两个小时了 按理说爬到能爬到了 可到现在 他连个鬼影都没见着 这怕不是个傻子吧 则 不会真的是爬着来的吧 燃浅对自己这位素未蒙面的 未婚夫的智商 产生了严重怀疑 他正想着 要不要在给老先生打个电话时 迟进的手机响了 他的手机听筒 声音开得特别大 方圆五百里 都能听见电话里的内容 所以 燃浅清清楚楚地听见 老先生威力十足的声音 从听筒传来 小兔崽子 你生事不要你媳妇了 我千辛万苦 才把你媳妇骗出来 你就把人家晾在公司门口 燃浅小心翼翼地 将手机装进了包里 抬着脚 慢慢地往公司门口挪 这他娘的 谁牵的红线 燃浅誓死都没想到 他素未蒙面的未婚夫 竟然是 迟进 这要是真领证了 那喜事 怕也得变成丧事 老爷子话音刚落 迟进就不耐烦地说 我早就到了 但那姑娘没到 老爷子似乎有点猛 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不自然地说到 那姑娘叫燃浅 她早就到了 燃浅 迟进回头 眼神冷冷地看着 要从后面跑路的人 狠狠地挂断了电话 完独自了 燃浅停下了脚步 笑容灿烂地看着迟进 开始打哈哈 迟总 您看今天这天气可真不错 迟进冷笑了一声 是挺好的 适合领证 走吧 我的胃 昏 七 她眼神带着三分薄粮 两分鹰雾和五分 五分 残忍 别问燃浅是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这都是她一想的 实际上 迟进的眼神里 只有看见猎物的兴奋和嗜血 妈妈呀 你可害惨妮女儿了 燃浅腿都下软了 那个迟总 我我 迟进笑容邪魅地 看着她的窘迫 像动动小猫似的问道 嗯 你怎么了 那个电光伙食之间 燃浅想出了个绝世好借口 我没带户口本 迟进一步迈上来 将燃浅紧紧地抱在怀里 单手拉开了燃浅的包 轻松地夹出了红皮的户口本 低头温柔地说道 我拿了 走吧 燃浅的手抵在迟进的胸前 对上她的眼神 有一瞬间的正能 但迟进很快放开了手 手里捏着燃浅的户口本 走下了台阶 然后摇着手恶劣地笑 你要是不去 我就把你户口本撕了 燃浅暗骂自己贪图美色 将把柄留在了别人手里 可她有一腔血气 于是她说 你有本事就撕 可她的话还没说完 腿已经很诚实地 卖下了台阶 这兔崽子真敢撕 迟进放下手里 已经撕了一点的户口本 居高临下地看着燃浅 嘲笑道 不是很有志气吗 怎么下来了 燃浅不敢吭声 去领证 不 迟进又举起了户口本 燃浅急忙改口 不是不行 去不去 迟进伴眯着眼睛 慵懒地问 去去去 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 开不开心 开心开心 燃浅双眼死死地 盯着迟进手里的户口本 生怕惹得迟进一个不开心 顺手把户口本给撕了 哦 那你说说 你有多开心 燃浅放下手 深吸了一口气 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说道 我迫不及待地想嫁给你 想做你名正言顺的妻子 成为你生命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想和你依偎在 同一个红本上 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是我的先生 理直气壮地 将余生都花费在你身上 我愿意在春天陪你看繁华盛开 英飞燕舞 夏天陪你听雨落乌檐 绿树成音 秋天陪你看大夜南飞 秋露浑原 冬天陪你看漫天大雪 梅花繁盛 总之 能嫁给你 是我这辈子的梦想 迟进不知 从什么时候拿出了手机 郑垂谋发着消息 听见燃浅做完秀了 才无动于衷地说道 行了 上车吧 可燃浅抬眸一看 却发现 迟进连耳根子都红透了 有几分莫名的可爱 当燃浅拉开 副驾驶的车门时 愣住了 因为座位上放着一大捧蓝色腰肌 迟进将燃浅的户口本 和自己的户口本放在了一起 眉眼浅淡地看着燃浅 这个花燃浅其实想上手摸一把 因为这是他梦寐以求想得到的花 蓝色腰肌在世界上特别少 在市面上卖的蓝色腰肌 都是在白月季或白玫瑰快到花期时 用染料浇灌花卉 让花像吸水一样 将色季吸入而实现染色 燃浅爱花如命 甚至在家里 特意开辟出了一块地种花 当然他也曾尝试着给白月季染色 但无一例外 全部以失败告终 现在 有这么一大捧蓝色腰肌 放在他面前 他不心动才怪 迟进边寄安全带边说 这是给我未婚妻准备的 于是燃浅理直气壮地抱起了花 坐在了名车的副驾驶座上 果然 花了钱和花了很多钱还是有区别的 这座位比沙发还舒服 燃浅心安理得地摸着花 破罐子破摔地响 反正都走到这步了 他也没必要再矫情 因为怎么算 好像都是他得到的好处比较多 第一 他不用再相亲 第二 持进家有钱 第三 既然和持家是一家人 那他的工资 应该也会酌情涨一涨吧 唯一的坏处就是 持进可能会给他穿小鞋 等到时候了再说吧 民政局很快就到了 他们一前一后进去 最后笔尖出来 进去的时候 他们还各不相干 但出来后 却已经成了法定夫妻 燃浅看着手中的结婚证 有些发冷 国家级的证书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拿到手了 可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持进就将他手里的结婚证 夺了过去 慢思条理地装进了他手里的盒子里 迅速地用钥匙上了锁 然后将钥匙丢进了垃圾桶里 他的动作一气呵成 根本没给燃浅阻止他的机会 你这盒子哪来的 燃浅一脸猛地问道 他敢用工资发誓 他们进去的时候 两人手里都空空如也 持进把完桌手里的盒子 漫不经心地达到 在里面买的 那你丢钥匙干什么 留着也没什么用 燃浅深吸了一口气 尽可能和善地问道 那家里人要看结婚证怎么办 持进地手顿了顿 他把这事给忘了 他倾咳了一声 气势很明显地低了下来 要不先找个五金店 于是他们在结婚第一天 开着车找了一中午的五金店 燃浅被持进气得头疼 别人结婚都有三金作品 他倒好 一下子干尽了五金店 只为了取出结婚证 下午燃浅向公司请了假 带着持进去见他父母 张女士本来已经准备好了推车 却被燃浅的电话打乱了计划 等手机响够了 自动挂下之后 他才恍惚地拿着手机 晃到了燃先生旁边 尼难道 浅浅结婚了 燃先生正带着围裙剁肉 声音太响 没听清张女士的话 她放下手里的刀 又转头问了一遍 你刚才说什么 浅浅结婚了 燃先生朗爽地笑了一声 又拿起了刀 笑呵呵地说道 这不是好事吗 那咱们随份子地随 她突然反应过来 最后连刀都夺骗了 你说浅浅结婚了 张女士愣愣地答道 她和她老公马上就要到了 这小丫头骗子 燃先生将手套扔在台子上 拉着张女士 骂骂咧咧地往正屋走去 一天进边瞎话 她进屋 拉开了放户口本的柜子 发现放户口本的地方 空空如也 只剩下他们老两口的结婚证 老两口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淒淒笑出了声 可算是嫁出去了 赶紧收拾收拾 把你那手推车盖起来 今天不做生意了 晚上咱们俩去下馆子 去吃点好的庆祝一下 那叫不叫浅浅 叫她干什么 她不是有自己的老公了吗 要吃饭找她老公 张女士满嘴硬撑着 好好好 两人开心得像是过年了似的 嘴角恨不得咧到太阳穴上去 燃浅和池静开着车刚拐弯 就看见老两口拉着手 站在门口瞧望着 甚至都换上新衣服 脸上喜气洋洋的 燃浅怀疑自己真的是爆来的 车刚停 燃浅解了安全带 就要下车 可被池静按住了 你先别下去 她眼里带着燃浅看不懂的情绪 好像略有点紧张 但特别不明显 燃浅笑得眉眼弯弯 听话地点了点头 池静松了一口气 下车后 先向燃先生和张女士问好 然后拉开了副驾驶坐的车门 伸着手 声音温柔地能滴出水来 浅浅 下车了 燃浅将自己的手 放进池静手里 可能是天气太热 两人的手心里都是汗 池静攥紧了燃浅的手 将人牵出了车 然后松开了手 打开了后备箱 开始往下搬东西 包装精美的冬虫下草 鹅椒 燕窝 茅台 各种名贵的东西 都齐齐地摆到了地上 好像不要钱似的 燃浅一直都是蒙的 这些东西 是什么时候买的 老两口也惊了 张女士甚至都推了推自己的老花镜 还以为是她看花眼了 等确定这些真的都是大物件时 转头狠狠地瞪了一眼燃浅 但在对上池静时 却脸上又露出笑 你说你来 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了 不用带这么多东西 这实在是太破费了 池静笑得很讨喜 这都是一般的保健品 花不了多少钱 叔叔阿姨先吃着 如果觉得好 以后我再买 她说完又拿出一幅字 和一套首饰来 送到了两人的怀里 燃浅站在外围 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 明明是自己的父母和丈夫 怎么他们倒像是一家子人 老两口自打看见迟径开始 嘴角就没落下来 从家门外一直笑到家里 将所有的水果都拿了出来 摆了满满一桌子 那架势 恨不得将冰箱都搬空 燃浅尴尬地推了推他们 让他们稍微矜持点 但可惜 根本没人听她的 他们三个齐了融融 欢声笑语不断 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 只剩燃浅坐在旁边 安安静静地 当了个无关紧要的陪衬 明明是四个人的故事 却只有三个人生余 这种体验很绝妙 燃浅也是三生有幸 竟然在自己家体会到了 被忽略的客人的尴尬 她开始反思自己以前做的不好的地方 结果越想越觉得自己的有些行为 着实不妥 她正在懊恼 但池静的手却毫无预兆地 从旁边伸了过来 轻轻地握住了燃浅的手 安抚地捏了捏 燃浅愣了愣 才反映了过来池静的意思 她抬头用波光玲玲的毛子 看向池静 池静依旧认真的和冉先生聊天 但嘴角却微微勾起了一个弧度 修长的手指 在她手里不安分地挠了挠 燃浅觉得自己不能认输 便挠了回去 但池静却一把握住了燃浅的手 不再让她乱动 燃浅得意地抬起头 正好对上张女士温柔的眼神 燃浅抿着嘴浅浅一笑 眼眸精亮 整个脸瞬间灵动得像是精灵 聊天没有燃浅 但做饭这种粗活 却总有她的一份 当张女士听见他们没有吃饭时 便毫不犹豫地拉走了燃浅这个背景板 转身走进了厨房 张女士从主屋出来 就没和燃浅说一句话 只是利落地将礼籍从冰箱里拿了出来 开始剁肉 燃浅笑着从后面抱住张女士 问道 妈 你怎么了 张女士手里的刀瞬间一顿 却立刻又切了起来 即使她伪装得很好 可语调里却还是带上了隐藏不了的哭腔 你嫁不出去 就盼着你嫁出去 可你嫁出去了 我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兴 燃浅眼窝泛酸 只能像枝烤拉似的 粘在张女士身上 无声地安慰着她 张女士的多愁善感来得迅速 但消失得也快 等她冷静下来 便笑着说 刚才我和你爸试探了下 迟浅倒是挺疼稀腻 燃浅在旁边扒算 被张女士的话逗笑了 她好笑地问 你和我爸怎么想的这一出 我差点都信了 自己是个透明人啊 张女士瞬间起饭了 就这主意 这还用得着想 你爸随便给我一个眼神 我连他想吃什么都能看出来 这就叫默契 这话燃浅从小听到大 每次听都觉得哭得慌 但每次又很羡慕 常闻爱情 石油酒杯 这辈子 能遇到和自己连灵魂都契合的人 这得需要多大的运气 可偏偏就有人能遇到 燃浅笑着附和道 对对对 您说的都对 张女士和燃浅的动作很快 不到半个小时 四菜一汤和四盘凉菜 就摆上了桌 燃先生一看见饭上了桌 早把自己刚吃完饭 这是忘在了脑后 拿着筷子热情地劝迟进 来来来 小迟 尝尝你阿姨的手艺 她做的饭 我吃了一辈子 都没吃你 张女士笑着拍了她一把掌 骂道 要吃就吃 哪来这么多的废话 迟进转头 看着燃浅 挑了挑眉 挑心般地拍了拍自己的旁边的位置 燃浅笑意盈盈地接了这个挑心 极其自然地擦着迟进的腿 坐到了沙发上 两人腿贴着腿 房子里的温度抖得升高了 迟进惊讶地低头看了一眼 但瞬间像被烫到了似的 惊慌失措地抬起了头 红着耳朵 未赶在低头 也不知道燃浅是什么时候 将短裙换成了短裤 所以当她坐下时 膝白得如同杨之鱼般的笔直长腿 就那么肆无忌惮地 贴着迟进的西装裤 黑白对照分明 趁得那腿越发撩人 齿劲就那么僵着身子 艰难地吃完了一顿饭 死活没尝出来菜好不好吃 所以最好当冉先生问的时候 他愣了愣 才心虚地夸赞了句 李吉肉很甜 我很喜欢 可事实上 李吉肉他只吃了一块 倒是那盘苦得没人敢动的苦瓜 被他吃了得干净 燃浅的手死死地抓着沙发店 才拼死憋住了 他能横扫屋上三重毛的笑意 可是燃先生却真的信了 迟进随口而出的瞎话 还朗爽地笑道 我也觉得李吉肉最好 又嫩又甜 燃浅扫了一眼 燃先生桌前堆积起来的骨头 憋得眼里都泛起了泪花 可不好吃嘛 李吉肉都被他吃了 张女士低着头抖着肩膀 等抬头时 依旧带着温柔的笑 等他们要走时 燃浅才以换衣服为借口出来 和张女士在房间里笑了个四亿 燃浅换了一件旗袍 鉴于张女士说 持近家庭条件好 所以得穿得正实一点 于是燃浅最后就选了 这件改良的旗袍 她的身材本来就好 玲珑柔和 又凹凸有致 多一分则显得风雨 少一分又觉得寡淡 旗袍将她自身的优势 全展现了出来 没有埋没分好 持近站在院中正 和燃先生道别 感觉到燃浅出来 便用余光瞥了一眼 然后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等两人坐到车上时 她挑着眼尾 将燃浅来来回回 打亮了两三遍 脸上的神情变幻莫测 燃浅醋眉担忧地看着她 特别害怕她的五官打起架来 毕竟这个架不太好了 但幸好没有 她好像只是有点烦躁 因为她左手的食指 一直快频率地点着方向盘 车里的鸽切了一个又一个 甚至有一瞬间 她将手伸进了烟盒里 但可能想到了什么 又将手抽了出来 燃浅看着她的动作 没敢吭声 只低头整理了一下她的衣服 然后迟静更烦躁了 燃浅 我她娘的什么也没干啊 这怕不是要讹她 燃浅不满地择了一声 迟静瞬间转过了头 紧紧地盯着她 你看我干什么 我脸上有红绿灯 燃浅摸了把脸 莫名其妙地问 迟静转过了头 痴笑了一声 你怕是高估自己了 你脸上要有东西 也只能是斑马线 你她娘子都蹦到人前嘴边了 却在迟静似笑非笑的眼神 逼迫下硬生生咽了下去 最后特别娘们唧唧地说道 喵得怎么说话呢 我是你学姐 迟静低笑了一声 哑着声音问道 你喜欢我这么叫你 那我在床上 也要叫你学姐吗 燃浅被迟静的放荡不羁 秀得头皮发麻 她狠狠地搓了搓 自己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抿着嘴 狠狠地斜了迟静一眼 没再说话 迟静愉悦地接下了 这水光练艳的一横 瞥见了燃浅 如同落了晚霞似的粉嫩的脸 然后侧过头勾起了嘴角 好看又可爱 要是只穿旗袍给她看 就更可爱了 然后她义无反顾地 将车开进了高档消费区 慢思条里地说道 下车 直到燃浅走到商场里 都没弄明白 迟静要干什么 她跟着迟静 走进一家国际品牌的首饰店里 迟静像位二大爷似的 靠在柜台前 冲燃浅抬了台下巴 理直气壮地说道 来 给我妈挑件礼物 燃浅像被人赶着上架的鸭子 同手同脚地走到了柜台前 不慎自信地挑了一对绿翡翠耳坠 迟静笑咪咪地说道 去付款吧 我妈肯定喜欢 燃浅咬牙白了她一眼 然后十分阔气地刷了卡 之后在迟静的带领下 她又给老先生买了个香金的檀木拐杖 给迟静的父亲买了一盒茶叶 钱全都是燃浅出的 迟静一点都没抢得付钱 她主要工作就是在旁边满意地点头 顺便有事没事质疑一下燃浅的眼光 活像个吃软饭的 最后燃浅拿着卡 不确定地问 就买这三样 迟静转身 幸灾乐祸地嘲笑道 心疼钱就直说 我又不会笑话你 这话连鬼都不信 燃浅敢打赌 她要是承认了 迟静怕是能笑得连牙花子都出来旅游一趟 她拿着卡状似潇洒地甩了甩 比尼道 哟 这是瞧不起谁呢 我可穷的就只剩钱了 迟静笑得意味深长 没钱又嘴硬 可爱 当卡燕驶进池家别墅时 迟静停下车 也不知从哪摸出了个戒指盒子 强硬地拉过了燃浅的手 慢慢地将戒指套在了她的无名指上 之后在她的指尖上落下了一个轻柔的吻 等燃浅差点要进入氛围时 她转眼就把另一个戒指盒子塞到她怀里 来 给我戴上 那架势和土匪头子抢了人家良家妇女 还理直气壮地让说 来 给老子宽衣 老子好睡你 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她娘的是要逼良为昌 燃浅悄悄地擦了擦自己手心里的汗 找好角度 然后恶狠狠地将戒指兑到了持剑的无名指上 才皮笑若不笑地问道 请问我的服务您还满意吗 满 意 池静抽走了自己的手 咬牙切齿地说道 燃浅笑得像知德成的小狐狸 您对我的肯定 是我莫大的荣幸 池静捧着手指下了车 狠狠地甩上了车门 燃浅以为 池静会直接抛下她进门 可池静在外面站了两秒 然后拉开了副驾驶的门 伸着手骂道 我真是欠了你的 燃浅笑容浅浅地将自己的左手 轻轻地放进了池静手里 右手压着旗袍 优雅低下了车 池静捶 看着从旗袍开刹的地方露出的温润白皙的腿 总觉得心里像是放了根前马草似的 又痒又气又烧得慌 刚才的商场是持家的产业 她早早地就将男服务员都撤了 但现在在家 家里大多都是男佣人 她又不能随便撤掉 她敢撤她爸就敢打断她的腿 可是不撤的话 她自己又很难受 她莫名生出几分怨队来 这破旗袍还不如上午那条长裙 要是能把这两个开刹缝起来就好了 谁都别妄想窥见半分这冷白的人间美色 可这话她不敢对燃浅说 燃浅肯定会觉得她脑子有病 池静心里想了千万种办法 可最终却只是用自己的身体 挡住了后面停车小弟的目光 即使她满心不愿 但一想到燃浅喜欢 她便心甘情愿地压着自己的犯酸的不满 不说任何让她不高兴的话 她话倒是真没说 只不过是在燃浅下车后 一声不吭地拿着别针 将旗袍的两个插别了起来 燃浅震惊地看着迟劲的动作 张着嘴半天没反应过来 后在旁边的停车小弟 瞪大眼睛 愣愣地看着迟劲的动作 等明白过来自家少爷在干什么时 抿着嘴迅速地低下了头 她怕自己笑出声来 她很掐着大腿 在心里疯狂地催眠自己 非礼物事 非礼物事 少爷这都是为了少奶的好 太阳这么大 万一把少奶奶晒伤了 少爷不得心疼死 嗯 肯定是这样 总不能是少奶奶 在这三福天里怕冷吧 于是她开始双手掐大腿 燃浅的脸上像装了个霓虹灯 白一阵红一阵的 她捂着脸动了动脚 想让持近起来 但持近却抓住了她的脚踝 笑着说 再等等 马上就好了 于是燃浅就像支甲人似的 一动不动地站着 觉得心如死灰 她现在就是后悔 非常后悔 早知道就不穿旗袍了 虽然她早就做好了 持近给她穿小鞋的心理准备 可这也太贪娘的离京叛道了 谁能想到 持近竟然会用别针 把旗袍的差别起来 这她妈的 和把破洞库用补丁缝上 有什么区别 妈的智障 燃浅眼巴巴地 看着池家的别墅门 迫切地希望 能出来一个人 打破这尴尬的情景 可是外面的人在祈求 里面的人却在忐忑 持家客厅里 老先生 池薇和静瑶三人 已经焦虑地 等了半个多小时 就在几分钟前 管家满脸喜气地 进来通报 说迟近地车进了大门 马上就要进来了 于是他们三人正经微作 准备考验考验 这位传闻已久 却今天才进门的 新晋少奶奶 可万万没想到 他们挺得脖子都疼了 却死活没等到人 池薇见眉微脸 转头冷声问管家 你确定进来的车是劲儿的 管家也是一头雾水 进来的确实是少爷的车 要不我再去看看 池薇点了点头 管家正要往初走 结果刚迈了一步 就看见持近拉着一位 端庄秀奇的姑娘走了进来 哟 这不就来了吗 静瑶端着杯子 刚喝了一口水 准备润了润嗓子 结果管家就说人来了 他着急忙慌地喝了口水 差点被呛到 这小兔崽子 每次都像是来催债的 他赶紧放下手里的杯子 端起了豪门太太的架子 他凤眸微抬 瞭着眼尾轻轻地扫离掩然浅 然后优雅地转开了目光 嗯 人比照片好看 迟薇咳嗽了一声 轻轻地握了握静瑶的手 低声说 我有点紧张 静瑶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又不是你结婚 你紧张什么 说得也是啊 迟薇尴尴尬地笑了声 然后坐直了身子 拿出了董事长的架子 然浅一进来 就看向了客厅里的三个人 除了老先生 依旧笑容和蔼地看着他 迟薇的父母 好像并不喜欢自己 他紧张地抿了抿嘴 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仰起了嘴角 笑得眉眼弯弯 迟薇疑惑地看着客厅里 格外凝重的气氛 没弄明白 这三人在干嘛 难道又在玩一二三木头人 迟薇走到管家旁边 低声问道 他们又玩上了 管家赶紧咳了咳 大声说道 老爷和夫人等你们多时了 迟薇用怀疑的眼光 打亮着管家 这都是怎么了 怎么一个个都奇奇怪怪的 燃浅在后面 冲管家甜甜一笑 管家瞬间笑得 和弥勒佛似的了 等他笑完 才反应过来 完了 又搞砸了 静瑶在后面清了清嗓子 管家贴在门口 垮着脸 不吱声了 迟薇总算看出来了 原来他们这么严阵以待 是要给燃浅来个下马威 他的眼睛瞇了瞇 很好 不就是立规矩吗 这个他说 燃浅站在中间 正要向众人问好 迟薇却突然甩开了他的手 瞇着眼睛不屑道 是不是以为 咱们领了结婚证你 就是持家的少奶奶 现在你心里肯定美滋滋的吧 燃浅脸上的笑淡了下去 眼神有点冷 迟薇不动声色地站到了燃浅后面 挡住了门 迟薇和静瑶一脸震惊地看着迟薇 这兔崽子 怎么说这么伤人的话 真是反了天了 他们正要站起来 可电光火石之间 他们觉得这是有蹊跷 这兔崽子恨不得把燃浅装在心窝子里疼 怎么可能舍得这么骂燃浅 真是怕是有诈 持静用余光瞥见了两人的反应 看来得出大招了 他直接摸出结婚证来 挑着眉笑道 我今天就亲手打碎你的梦 然后真把结婚证给撕了 燃浅一脸淡然地看着 持静手里撕碎的结婚证 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还有点想竖中止 静瑶没想到 持静竟然敢真的撕结婚证 他早就忘了自己的豪门贵妇形象 站起身就要去躲 迟薇顺手拿起了立在椅子后面的棍子 大骂道 我打死你个逆子 持静在一片混乱中 还朝着燃浅眨眨眨眨眼 燃浅冷漠地冲他翻了白眼 但最后却又弯起了嘴角 打死活该 谁让他刚才说那么伤人的话 他以为他真是那么想的 有一瞬间 他连呼吸都觉得疼 他笑着眨了眨眼 将眼眶里的泪花都逼了回去 持静看见燃浅喜忠 带背的眼神 心里一跳 赶紧将撕碎的红纸塞进静摇怀里 两步跨到燃浅面前 将人抱进怀里 手足无措地哄道 我刚才那话不是对你说的 我就是在做戏 你千万别当真 那些都是胡言乱语 燃浅闷闷地答道 万一你说的是真话呢 怎么可能是真的 你都不知道 我多想和你 他说到这儿突然停住了 然后缓缓地叹了口气 轻声说道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爱你 静摇瞪大眼睛 看着手里的红纸 长长地说了一口气 转头要找燃浅 可他一转头就对上了迟围 还架在肩上棍 他拍了拍 被吓得像风牛乱撞的心脏 烦躁地推开了迟围 骂道 你看你哪有个当父亲的样子 迟围 他对静摇倒打一耙的本领 又多了几分认知 这不是你出了主意吗 怎么又让我背锅了 老先生坐在上面 特别神在地喝了口茶 砸霸着嘴暗自庆幸 这得亏自己没答应儿媳妇的要求 不然这孙媳妇可得又黄了 静摇转身毫不犹豫地拽开了迟近 将燃浅拉了出来 然后轻易地拍着燃浅的手 明目张胆地说 乖 咱们不原谅他 男人的话 听听就得了 千万别当真 老先生和迟围满头的问号 你教训儿子 就好好教训儿子 怎么还殃及无辜 更何况 他们刚才压根就没说话 难道 是嫌他们呼吸了他周围的氧气 让他心生不快 迟围默默地放下棍 和老先生坐在一起 也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男人呢 还是得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女人 啊 女人要是能靠得住 母猪都能上树 迟围和老先生干了一杯茶 别看他们在外面顶着执行长 董事长这些别人 渴望而不可及的头衔 在商场上杀伐决断 一呼百应 可事实上 他们在家里什么也不是 还动不动就有家法伺候 一想起这个 迟围就有一肚子委屈想倾诉 于是 有次他出去喝酒 实在没忍住 拉着王室公司的继承人 哭诉了整整两个小时 列举了结婚后的种种坏处 将婚姻硬生生说成了洪水猛兽 把那孩子吓得脸上惨白一片 差点成为恐婚族 可迟围倒好 他自己说的话像放屁似的 等静瑶来接他时 笑得像朵喇叭花成精了似的 满脸幸福地 跟着他嘴里比母老虎还凶残的人 乐颠乐颠地走了 只剩那孩子端着酒 愣愣地看着这陡然崩坏的情节 百思不得其解 世人总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可为什么当他们看见另一半的时候 眼里却异一声灰 仿佛星河般璀璨 他们的眼里曾装过北方纷飞的雪 也装过南方烈烈暖阳 他们曾为蝴蝶破茧惊叹过 也为彩虹的绚烂而心动过 他们明明见过这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事物 本不该再像个矛头小子一样随便心动 可不知为什么 在遇上那个人时 他们的眼睛里却亮起了永恒的光 炽热而明亮 比星子还夺目 那孩子喝着酒仔细想了想 想明白了 池薇这乃是在诉苦 这压根就是炫耀 妈的 他差点上当 后来 池家和王家 由合作伙伴变成了劲敌 王家那边给出的理由是 他们把池家当盟友 可池薇竟想让他家绝后 男人哪 难做 池薇又喝了一口茶 然后抬头瞥了一眼池静 因为不明地笑了一声 得 又来了一个 池薇还正愣地伸着手 等听到他妈妈的话时 刚要反驳 可燃浅却用他那如蝶一般的眼尾 轻轻扫了他一眼 池薇将自己的话咽了回去 静瑶拉着燃浅坐到旁边的沙发上 上上下下滋滋细细地将燃浅打量了一番 越看越满意 冷白的皮肤 灵动而清澈的眼神 让人亲近的面相 身材更是好得不成样子 苗条婀娜 甚至连选衣服都很有特色 静瑶惊奇地摸了摸燃浅的旗袍上的别针 眼里崩发出光来 他问道 你这旗袍是哪买的 我怎么没见过这种款式 是新出的吗 燃浅的笑略有点僵 迅速瞪了迟近一眼 才不自然地答道 是我自己做的 静瑶眉眼一跳 靠近燃浅低声说道 要是迟近敢欺负你 你不用客气 如果你不敢 那你告诉我 咱们一起收拾它 迟近坐在那边 转着无名纸上的戒指 看着这边无奈地说 妈 你说悄悄话能不能小点声 要不闭着点我也行 你的悄悄话 我坐这儿都能听得清楚 还有 哪有领证第一天 婆婆就教儿媳 怎么教训儿子的 你也不嫌累地慌 静瑶凤谋威台 一家之主的霸气 瞬间就是放了出来 浅浅都没说话 有你插嘴的份 迟薇和老先生 又干了一杯茶 迟近在嘴上 比划了一个 手拉拉链的动作 闭嘴了 然浅心里一暖 缓缓地松了口气 脸上的笑意 真成了几分 他以为迟家作为大家 规矩肯定又多又严 他心里其实早就做好了准备 随时都严阵以待 可他死活没想到 迟家的人 会是以这种方式相处的 他只见过迟薇一次 还是在公司的年会上 那次有位会场负责人 给他递错了稿子 他簇着眉 站在台上 将那人批评了五分钟之久 所以 然浅下意识地 以为他是威严的 可他瞄了一眼旁边 他以前认为的威严董事长 现在去和老先生坐在一起 笑呵呵地喝茶 脸上尽是慈祥 他以后 大概也会变成 像老先生那么慈祥和蔼的人 迟浅在公司的时候 总听人说 董事长夫人手段极硬 铁面无私 眼里揉不得一点沙子 很不好相遇 迟浅看了眼瞪着迟近的人 嘴角弯了弯 是不好相遇 但却不是针对他 听人千遍 倒不如自己见一见 迟浅笑得酒窝浅浅 他很高兴 能遇到这么可爱的一家人 静瑶看着迟浅的样子 庆幸地松了口气 第一次当婆婆 差点走了弯路 迟浅这小兔崽子 总算伴了见人事 客厅里其乐融融 气氛融洽 所以当管家不长眼地进来时 迟浅赶紧给他递了个眼神 但管家却没领会他的好意 甚至还笑眯眯地对他说 老爷 晚餐已经准备妥当 您看 迟浅一惊 已经到七点了 管家笑着摇了摇头 老爷 已经八点了 然后接着用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话答道 是我擅作主张 将饭点推迟了一个小时 结果我饭都吃完了 你们还没聊完 管家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宝格 迟浅转头看着静瑶 试探着问 瑶儿 你看这 没等他说完 静瑶就拉着燃寝 喜笑颜开地站起来 走 咱们先去吃饭 迟浅咳嗽了两声 卑微地掩饰了一下自己的尴尬 老爷子拄着拐杖站起来 用略带鄙视的眼神 瞥了一眼迟浅 嫌弃地说道 行了 别咳了 人都走远了 然后低声嘟囔道 都这么多年了 才想起来要面子 脑子和黑洞一样 迟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媳妇 被自己的妈牵着手走了出去 烦躁地站起身来 走过去扶着老爷子 慢慢地向外走去 迟薇追上来 秉持着不懂就问得好习惯 虔诚地问道 爸 您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随口夸夸你 老爷子笑得特神在 迟薇疑惑地看着迟静 求助道 这是什么夸法 我怎么从没听过 迟静皱着眉 看了他爸一眼 连这都不知道 爷爷说你学识渊博 脑子里的知识 多得像黑洞一样 深不见底 迟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所以当他们刚坐到饭桌旁时 迟薇就乐滋滋地贴着 静瑶的耳朵 深情地说 瑶儿 你的脑子就像黑洞一般 深不见底 静瑶刚拿起筷子 要给燃浅夹菜 听到这话 瞬间把筷子撂下了 他扯起嘴角 瞇着眼睛 冲着迟薇咬牙切齿地问道 你刚才说什么 迟薇被静瑶的反应吓了一跳 他张簧失措地 看着老爷子和迟劲 可这两人都低着头 一个在拼命给自己夹菜 另一个正在给自己的媳妇盛汤 反正连个眼神都没给他 迟薇后脑勺一冷 这把怕是要凉 他慢慢地伸出手 给静瑶夹了一筷子窝巨 馋味地说道 那什么 咱们要不先吃饭吧 今天这菜看着还挺绿的 有你的坟头草绿吗 静瑶抱着胳膊 和善地问道 迟薇把筷子啪一声 磕到了桌子上 整个餐厅都安静了 迟薇反应极快 他瞬间用手将燃浅揽进了怀里 低声安抚道 没事没事 不要害怕 燃浅一只手拿着筷子 一只手撑着迟薇的胸膛 莫名其妙地听着迟薇的话 然后抬头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 特别认真地回答道 我没怕 所以你能先把手松开吗 迟薇面无表情地松开了 伍在燃浅胸上的手 红着耳朵轻壳了声 随后神色自然加了两筷子菜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接着吃饭 但左手却在桌下回味似的搓了搓 太软了 软得像棉花糖一样 有一瞬间 他甚至都想捏一捏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也和棉花糖一样甜 要是能尝一尝就好了 等迟薇反应过来 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时 脑子里像被人放了把火似的 耳朵瞬间红得像滴血似的 甚至热气还在由内向外渗透 他猛地站起来 亮呛地踢开椅子说了句 我吃饱了 便直接推开门 走进了院子 池薇一摔完 筷子就耸了 他用颤抖的声音问静瑶 我说 我说我手滑 你信吗 静瑶露出了一个危险的笑 但声音却极温柔 你说呢 池薇瞬间就跪地上了 语句极快 且态度认真 像复读记卡带了似的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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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瑶都被气笑了 是 你是以后 不敢了 但你下次还敢啊 你骂我脑子有坑的时候 我也没看见你不敢啊 那句话的意思是骂人脑子有坑 池薇正要转头骂迟进 但一转头却看见 迟进已经下了饭桌 走进了院子 这小兔崽子 他又转头要指认老爷子 但老爷子却干咳了两声 手敲了两下桌子 池薇颓废地放下了手 接着开启复读记卡带模式 我脑子有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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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桌上 只剩老爷子和燃浅 在安分地吃饭 可燃浅的头捶得特别低 因为他怕一抬头 就会让别人看出异样来 他捶着着毛子里水光炼燕 两颊像是涂上了顶级的 胭脂红似的 泛着艳色 他心不在焉地扒着饭 晚上就是洞房了 这顿晚饭 谁都没吃好 等管家将菜撤了之后 池静进来 就拉着燃浅出了池家的大门 唉 大半夜的干嘛去呀 燃浅在后面死命 拽着池静的手 唯恐这人反手把自己卖了 池静转身看着燃浅 笑得一脸温柔 乖 咱们回家 燃浅回头看了看池家大宅 最后姜姓姜姨 犹犹豫豫地跟着池静走了 在车上他特别紧张地拿着手机查 买卖人口未遂 会坐几年牢 如何从歹徒手里安全脱身 如何 然后池静伸手拿走了他的手机 直接关了机 燃浅更紧张了 池静看见燃浅玩手机 心里很不满 但现在却觉得车内的气氛有些逼色 他动了动手指 问道我可以抽支烟吗 燃浅愣了一下 说道可以 持静嘀嘀地笑了一声 却没有抽烟 两人没有在说话 车内放着轻柔的音乐 路灯的光打在车窗上 一直在明明暗暗地闪 燃浅其实很清楚他们一会儿要干什么 可他很紧张 他每次一紧张 就会想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甚至还会拿出手机查这些问题的答案 可现在他的手机却被池静收走了 他转头看着窗外 想伸手按住自己快要蹦出来的心 池静似是有所感应 伸手打开了两边的车窗 车窗打开的瞬间 夏日清凉的晚风霸道地占据了整个车内空间 然后用他轻柔的手轻而易举地压下了车内的烦躁 远处中古楼透过浓密的夜空 传来了十声音哑的钟声 已经到十点了 街上的行人很少 路两旁的人行道上 三三两两的行人在慵懒地散步 有年近百岁的茂蝶老人 有不惑之年的中年夫妻 甚至有挺着肚子的孕妇 也有年轻的情侣 站在十字路口吻别 更有一群青涩懵懂的少年少女 叽叽喳喳地为某件微不足道地争辩着 时光像是在走 却又像是在停留 仿佛所有人都在踩着时光老去 但又好像都在时间里青春涌住 因为在十年后 当你再次驶过这条街 你会发现在街边人行道上 依旧有那么一群青春活泼的少男少女 在路边大声地争辩 一如当年你随意一瞥的风景 高楼耸立 万家灯火 然浅看着旁边路过的居民楼 看见了透过窗帘泛着橘黄色的光 他从那一片片光中 窥见了幸福的模样 他弯着嘴角浅浅一笑 以后 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光了 迟近开着车 拐进了一个小区 然浅好奇地探头看了看 发现这个小区有一个很大的草坪 上面摆着各种各样的花 在小区中心 还有一个喷泉在喷水 它飞溅起的水雾 在灯光的照耀下 像是跃动在空气中的精灵 迟近笑着拉住了燃浅的手 问道 喜欢吗 燃浅狠狠地点了点头 还有让你更喜欢的 等燃浅跟着迟近走进他们的家时 他震惊地张大了嘴 因为他们的房子带着一个花园 花园里种着一大块蓝色妖姬 在微凉的夜色中 婀娜生姿地摇曳着 迟近指着旁边的那块空地说 那些地方你可以种你喜欢的 但蓝色妖姬那块地你不能动 他低头看着燃浅 一字一顿地说道 因为那是我给我老婆种的 他太笨了 总是种不活 所以把那块地留给我照顾 好吗 燃浅直直地看着迟近 问道 你怎么知道 他喜欢蓝色妖姬 你喜欢的 厌恶的 我都知道 包括你隐藏着 不让别人窥见半分的深沉爱意 我也知道 燃浅有瞬间是感动的 但后来发现他就是在放屁 他根本什么都不懂 因为当燃浅洗完澡 害羞地出来时 迟近却拉着他开始看动画片 他都不知道迟近是从哪找来的这个 这个动画片的标签虽然非常不正经 但他的讲解却特别正经 他甚至用的声音都是纯正的翻译腔 燃浅坐在迟近怀里 生无可恋地看着屏幕上一个小红人和小蓝人在床上打架 别说紧张了 他甚至好几次都笑出声来 别人都看的是哭暗片 而他却看的是动画片 而且还是很正能量的动画片 比如 男性和女性在进行运动时 男方应轻轻将女性放到床上 切记将女性摔到床上 如果不小心造成摔伤 可初步判定为家暴 依照法律规定 家暴轻者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管制 构成重伤 则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男性和女性在进入前期摩擦阶段时 都会下意识地给对方种草莓 但这种行为是不正确的 也是本节目不提倡的 因为在脖子上种草莓 很容易导致毛细血管破裂 从而致使一方失血过多 严重时甚至可知死亡 嗯 很好 这个动画片成功地击退了燃浅的热情 甚至让他对上床有了恐惧感 他直起身子 刚要从持镜怀里下去 但他却发现 持镜竟然硬了 燃浅的心开始地震 擦 看这个都能硬 这怕是多少带着点毛病 燃浅这辈子怕都学不明白饭可以随便吃 但话不能乱说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他刚才一激动把你看这个都能硬 说出了口 他觉得他要凉 事实证明 他感觉真弹凉得准 持镜的眼神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按了下来 他掐住了燃浅的腰 嗓子像被沙石磨过似的 低眼深沉 你说什么 燃浅怂了 他瞪着精亮而无辜的眼神 使镜摇了摇头 我什么都没说 嘿 可持镜没信 燃浅双手使镜推着持镜靠过来的胸膛 慌了 持镜弯着唇 脸上带着几分放望不羁和流氓本性 他的眼神像是刚迸发的火山岩 专注地盯着燃浅时 带着灼灼的滚烫 他一只手握住了燃浅推锯着自己的两只手 另一只手包裹着燃浅玲珑的翘臀 轻轻松松地放到了自己的裆部 有个东西在他屁股下面欢快地跳跃着 曾有人说 红色中最好看的是只有三样 那就是九月的枫叶片片夺目 十月的木芙蓉宛如仙子 香气飘渺 腊月的还没硬白雪 仿佛天上人间 可持镜却觉得 那人大概是没见过新婚之夜 心腹脸上胭脂红 若是他见了 肯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河山千里 不及美人一笑 持镜用眼神细细描摹着 怀里活色生香美人 美人珠唇 美眼如画 眼睛里水光练艳 目光迷茫且青涩 他轻轻地背齿咬着红唇 冷白的皮肤上 浮浮地飘着一层醉人的红 清唇却妩媚 唇是如极致的唇 媚是深入骨髓的媚 持镜的喉结 上下极快地滚动了一下 然后抱着人 急步走进了卧室 用脚尖踢上了门 燃浅刚洗完澡出来 他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 垂到腿弯的丝制睡裙 所以当他被放到床上时 睡裙被拉到了他腿根 两条修长的腿 就那么正大光明地暴露在空气中 宛如上好的羊之浴 晶莹剔透 秀色可参 燃浅慌乱地往上蹭了蹭 想把裙子蹭下去 可已经晚了 持镜迅速地将自己炙热的手掌 贴到了他大腿内侧 他以绝对强势的姿态 变成了这场劣势活动的主宰者 用宛如黑钥匙般阴沉的眼神 震慑着自己的猎物 而燃浅就是他唯一的猎物 他将自己身上的睡袍 直接扔到了地上 一只腿胯上床 燃浅不由自主地向下扫了一眼 立马将自己塞进了枕头里 闷声闷气地说道 那个能把灯关了吗 声音可爱的像只害羞的小兔子 身上也白得也像小兔子 持镜笑了一声 关上了灯 持镜本来以为燃浅会不配合 可事实证明是他错了 燃浅很乖 他和平时完全不同 他乖得不像话 乖得想让他狠狠咬两口 好尝一尝他冒着玫瑰香的甜 他给他脱睡衣 他乖乖地让他脱 他慢慢地摸上了他的棉花糖 他害羞地将自己塞进了持镜怀里 他恶劣地拉着他的手向下探去 他轻咬着他的肩 然后试探着握上了那个庞然大物 他克制着害羞 将自己完全张开了 在持镜面前 像只心甘情愿献祭的羔羊 带着全身心的信来 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了持镜 又乖又软又甜 持镜都要被燃浅逼疯了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人 直到最后持镜要进入时 他才抓着他的肩膀 捏错地说了句 轻点 我怕疼 很乖很乖 他其实一直在害怕 却从未喊停 持镜吻着他的耳垂 低笑着说了声 好 印下了这个承诺 屋内的动静响了一夜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 才听见一个田中带哑的声音 带着哭腔说道 我不要了 过了几分钟 屋内的动静停了下来 有一个男生轻柔地哄着他 宝贝 新婚快乐 持镜在半睡半醒间还在想 棉花糖真的好甜 甜得他想把余生都泡在里面 后继 燃前醒来时 已经到下午了 他稍微动了动 就有人从后面贴过来 抱紧了他 他僵住了身子 迷糊的脑袋才开始运行 记忆逐渐回溯 他竟然真的和迟近结婚了 他曾经梦寐以求 但遥不可及的梦 竟然会以这种梦幻的结果 呈现在他眼前 有谁能想到 他这个梦 竟然会真的成真呢 他轻轻地抬起持镜的手 拖动着自己 像刚跑完八百米的腿 缓缓地转过身子 看着持镜 持镜的脸上轮廓很分明 他眼窝深邃 眉毛极浓 睫毛全躯而纤长 鼻梁挺直 他的五官都很有特色 但最有特色的 却是他的嘴型 他的嘴型略显狭长 嘴唇微薄 笑的时候 会调动其脸上的肌肉 使整张脸上都熠熠生辉 然且轻轻地戳了一下 持镜的嘴角 不满地嘟囔道 不笑就已经像渣男了 一笑就更像渣男了 你说我怎么就喜欢上你呢 持镜闭着眼睛 将燃浅的话 听了个一清二楚 心里略有点焦虑 结婚第一天 老婆就说我是渣男 该怎么拓 在线等 挺急的 但等听到燃浅后面的 一句话时 他淡定了 闭着眼接着装睡 希望能多听点甜言蜜语 可燃浅就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最后凑上来 轻轻地在他唇上 落下了一个吻 之后慢慢钻出了他的怀抱 下床去穿衣服了 持镜 就这 我都给你机会了 可你就这么随便地舍弃了 那他现在还要不要装睡 则 烦人 他刚要装作刚睡醒的样子 睁开眼 可燃浅却又将被子扯上来 将他盖了个完全 然后安抚地摸了摸他的头发 持镜的睁眼最后以失败告终 直到燃浅走出卧室 持镜才长叹了一口气 睁开了眼 他从没想过 装睡竟然这么难 他下意识地伸出手 将手机从床头柜上拿了下来 开了机 手机足足卡了有一分钟 才恢复了正常 昨天下午 他直接网群里和微博里 扔了张结婚证的照片 然后果断关了机 事实证明 他这一做法非常的机智 要不然 昨天就别想安生了 手机里短信99家 微信99家 微博99家 甚至连他的腾讯会议 上面都有99家 持镜笑了一声 这群单身狗 自己找不到对象 倒对别人的婚事挺积极的 他给周九拨了个电话 铃声刚响了一声 那边秒接 接着就是撕裂嗓子般的吼声 操 你可算想起我来了 我他妈的 给你打了三十多个电话 结果你他妈的一个都没接 持镜揉了揉额头 骂道 你今早没刷牙吗 嘴这么臭 你管我刷没刷牙 我就问你 你真结婚啊 持镜笑了一声 回道 这是我能骗你 周九突然安静了 他顿了顿才问道 那你的结婚对象是谁啊 他说挠了挠头 破罐子破摔道 你不会因为得不到燃女神 就随便找人结婚吧 如果真是这样 老子第一个瞧不起你 持镜把玩着燃浅掉在床上的发圈 调侃道 你有时间替我操心 倒不如出去逛一圈 给自己找个女朋友 周九急了 我他妈问你话呢 你跟我扯这些干什么 你就告诉我 和你结婚的人是谁 持镜笑问道 你觉得除了他 我还能和谁结婚 周九瞬间挂断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 他又打过来 声音更大了 燃女神竟然和你结婚了 我操 你他妈在哪儿烧的香 赶紧告诉我 我也去拜拜 持镜翻身下床 说道 你拜不了 心诚才能灵 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 你有心吗 周九择了一声 又好奇地问道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 是不是在给嫂子做爱心午餐 我刚起床 持镜说道 那嫂子呢 她已经起了 不然我能给你打电话 周九倒吸了一口冷气 不相信地问道 嫂子比你先起床 持镜将手机放到桌上 往身上套了件半袖 随口答了句 嗯 那边没动静了 持镜以为周九断线了 也没有管 等过了一会儿 才听见周九缓慢 却坚定地说 持哥 你是不是不行 持镜结束了这段 不慎愉快的通话 走出了卧室门 寻着切菜的声音找去 透过磨砂窗 看见了正在厨房里 做饭的燃浅 她身上穿着一件长裙 上面又戴着一个 小碎花的围裙 纤细的手 宛如偏鲜的蝴蝶 正在灵巧地上下翻飞 下午菊黄的阳光 像只妩媚的精灵 跳跃在她精致的脸上 似乎在发着光 她的嘴角向上扬 嘴唇吸动着 似乎在和别人说话 持镜顺着她的眼神望去 看见了放在案板旁边的手机 她提唇微微一笑 猜到了她在给谁打电话 燃浅似有所感 她抬起那双灵动的毛子 笑意盈盈地向她看来 等看见她时 眼睛里的光比太阳还耀眼 持镜提起嘴角 对她露出了一个 肆意张扬的笑 浅浅 在没遇到你之前 我一直以为首可摘星辰只是巨师 可等我见到你后 我才知道 星河璀璨竟然真的是形容人的 你从不知道你的毛子有多灵动 灵动的就像夜空中滑过的流星 让人心动震撼 却又觉得遥不可及 我曾用天文望远镜 勘探过星空 勘探过宇宙 可后来我发现 苍穹星河璀璨 均不及你回眸刹那 挑着眼尾的万千芳华 我那时就想着 这辈子 要是得不到你 我该怎么办 迟近伸手推开门 走进了这充满烟火气息的厨房 从后面抱住了燃浅 可幸好 我最终得到了你 微楼高百尺 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 你是我的星辰苍穹 亦是我的天上人间 燃浅翻爱篇 我是燃浅 是迟近原先的学姐 也是他家公司的员工 但现在 我是迟近先生的太太 是他一生唯一的伴侣 当你看见这段话时 我们已经结婚一年了 如你们看到的一样 我和迟近就领了个证 既没有办酒席 也没有宴请宾客 你们或许以为 这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 可事实上 我毫无感觉 而且我周围的朋友 也没有一个人会这么想 因为他们都知道 只有一件事 会成为我的遗憾 那就是 这辈子不能嫁给迟近 但现在我嫁给了迟近 就不可能还会有遗憾 比起一场没用的婚礼 我们更喜欢自己 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小日子 因为我无比确定他爱我 我也爱他 是 我喜欢迟近 是一见钟情的那种喜欢 我第一见迟近 是在学校的百年校庆上 那次我是大会的主持人 负责念通稿 而迟近是池氏集团的代言人 本来我们毫无交集 可不知怎么的 那天一直状况百出 等迟近要上台时 负责人才发现 采访迟近的那个女生 竟然跑错了场地 短时间内根本赶不回来 最后没有办法 负责人让我拿着我连看 都没看过的稿子上了台 然后我就看见了那个站在台上 笑得肆意张扬的少年 在此后的岁月里 我一直都在庆幸 这次上台的人是我 那天 等我从台上下来时 周围的人都惊了 因为我又刷新了他们的认知 他们没想到 我竟然全程只看了三次稿子 就记住了那么多问题 其实 台词和稿子这些东西 从来难不倒我 能难倒我的 只有迟近 迟近似乎比玻璃二相性 和Birch和Swinerton Dyer 猜想更难 最起码玻璃二相性 早已有了解释 而Birch和Swinerton Dyer 猜想至今无人证实 明明白白和毫无希望 都是种确定的结果 但游离于两者中间的假设 才最让人头疼 在我确定我 喜欢迟近后 我认真想了很长时间 是像别人一样 直接去表白 还是在忍忍 如果直接去表白 她不答应也就算了 如果她答应了呢 那我们又会在一起多长时间 是和所有人一样 一毕业就分手 还是我指向个花瓶似的 嫁到持近家当个全职太太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我确定我喜欢持近 所以她如果愿意和我在一起 那她余生只能有我一个人 我特别理性地想了一夜 最后发现 我和她之间 主要的阻碍是 门不当户不对 或许有人会说 都什么年代了 谁谈恋爱 还在乎门当户对这种事 能相爱就已经很难了 还管门当户对 吃饱了撑的吧 可我不是吃饱了撑的 就是因为知道相爱很难 所以我才要提前磨平 这些挡在爱情路上的绊脚石 现在的爱情观很畸形 女孩子想找有钱的男人 男孩子想找有钱的女人 可这是爱情吗 我觉得不是 这是有钱人眼里的扶贫 穷人眼里的交易 在爱情里 只有当两个人都能力相当时 才能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让爱情永远保持着鲜活 我爱迟近 所以不会违背本心 将她拉下神坛 我喜欢她 便舍不得别人在她背后说 她老婆也就长得漂亮 其实就是个花瓶 什么也不会 有钱人的眼光 真是嘖嘖 这些话 都带着赤裸裸的鄙视 我怎么舍得这些话 被用在她身上 她若是九天翱翔的凤 那我就努力蜕变 变成能和她相匹敌的黄 其实我知道 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本来我也就只是这么想想 但迟近却向我表白了 那是个霞光万丈的黄昏 她手里捧着蓝色妖姬 很认真的对我说 燃浅 我喜欢你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于是我将一杯柠檬水 倒在了她头上 但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那时很紧张 于是想做点事 来缓解一下我的紧张 巧的是她头顶落了一片绿叶 于是我就伸手去取 谁她娘的能想到 那杯柠檬水的塑料盖子 竟然没压紧 一大杯柠檬水 就这么毫无意外地 浇在了她头上 她特别肯定地以为 我是故意的 妈蛋 但在这件事之后 倒是让她成功记住了我 她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视野范围内 甚至当我去国外演讲时 也能莫名其妙地见到她 她身边一直没有女生 我便一直努力着 我给自己定了个 似乎永远都无法完成的目标 那就是 等我银行卡里有三百万时 就去向她表白 后来我就发了疯的挣钱 学校的奖学金 省里的创新大赛 国家级的项目 或是国外的演讲 只要能挣到钱的 都有我的身影 我甚至还在网上组了三个班 进行网上授课 只为能配得上她 等大学毕业时 我挣到了二百万 然后拼尽全力 进入了池氏集团 离她更近了一步 大概是一年前的昨天 我盯着银行卡上的数 狠狠地哭了一场 我花了四年的时间 终于让这个遥不可及的梦 变成了现实 那天下午我便跑去向主管请假 准备去向迟进表白 但没想到 我竟然在主管办公室 看见了老先生 我愣了几秒 才奄然一笑 试探着说道 我妈妈让我去相亲 果然老先生顺口接到 我孙子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 你们明天要不去领个证 那一瞬间 我才明白 迟进其实什么都知道 难怪他自己又开了一个公司 原来我们都在为对方而默默地努力着 于是那天晚上 我忍着痛 花了五万买了一条长裙 忐忑不安地站在公司门口等 虽然我已经将原委都猜了个通透 但我却依旧不敢确定 我怕自己猜错 我多等了十分钟 当我都要放弃时 却看见一辆卡宴开到了台阶下 迟进迈着长腿 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西装革履 笑容肆意而张扬 一如当年站在会场中央的 那个青涩少年郎 很荣幸能等到你 我的池先生 我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但我们的生活 却依旧在继续 很高兴你们能看到这儿 最后再给你们讲个小故事 我曾经把我的目标 讲给过我最好的朋友 我记得他当时担心地问我 万一当你存够三百万时 迟进有女朋友了怎么办 当时我的回答是 如果最后真的是这样 那我就祝福他们 可在这件事没发生之前 我想再努力一下 万一就成功了呢 迟进翻外 则我是迟进 迟迟的迟 进遥的进 连浅是我学姐 是池氏集团的员工 但现在她是我老婆 所以都别打她的主意 谁再敢打她的主意 我就让谁破产 这不是恐吓 这是真的 我说到做到 当然 也请各位女士能矜持点 也别来骚扰我 虽然我长得帅 但我眼光高 别再自以为 有两分姿色 就到我面前 搔手弄姿 我就那了闷了 到底是谁 给你们的勇气 让你们觉得自己很漂亮 你哪怕有我老婆的千万分之一 那也不至于长得 像斑马线成精了似的 刚才浅浅进来 说我写的狗屁不通 让我重新写 好吧 看在浅浅的面子上 我就给你们好好写两句吧 大家好 我是迟进 迟违的迟 进遥的进 话说 我爸妈他们俩恩爱 就得了 为什么还要给我起名叫迟进 叫迟进也就算了 但我妈为什么老叫我劲 小时候同学老嘲笑我 有的还跑来问我 你怎么不叫名呢 我也想知道啊 我妈起的这什么破名字 刚才我妈进来了 但我没发现 她在我后面看了半天 然后把我爸叫进来 打了我一巴掌 则 没心情了 下次再写吧 我是迟进 迟违的迟 进遥的进 然且是我学姐 是迟氏集团的员工 但现在她是我太太 其实我也看了浅浅写的 但我觉得她写的不够客观 请允许我再郑重介绍 一遍我太太 我太太燃浅 是B省的形象代言人 也是A大的校花 并且会因法德俄四国语言 更甚者曾多次代表学校 到国外演讲 拿奖拿到手软 她特别优秀 是全校男生 渴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但她从不提这些荣誉 也不会以此为谈资 或是炫耀的资本 我从未想过 我竟然能娶到她 我有段时间很自卑 对 你们没有看错 有钱人也会自卑 所有人在意发光的灵魂前 都会自残行贵 我是肉体繁胎 当然也不例外 浅浅的灵魂 就是闪闪发光的 我的一切 都是我爸妈给的 我虽然也会说四种语言 还会钢琴 小提琴 各种各样的乐器 但这些都是小时候 我爸妈故人叫的 可浅浅不是 她是自己觉得好玩 然后自己学的 她那么聪明 又那么灵动 我喜欢上浅浅 比浅浅喜欢我还早 我第一次见浅浅 是在大衣的迎新晚会上 那天她也是主持人 穿着一身旗袍 美得像是人间的精怪 我向旁边的人打听她的名字 但那人却震惊地看着我 问道 你竟然不知道阮女神 那天之后 我才知道 很多男生都是因为 她才考的A大 但也是从那天开始 我便也成了她 万千小迷地中的一员 浅浅第一次见我那次 其实还挺戏剧化的 那次本来是我爸要去 但因为她惹到了我妈 于是就被罚跪了一个小时 最后没有办法 只能由我上了 那天会场都是密密麻麻的人 但我眼里只有浅浅 她是会场的焦点 却是我的爱神 她的眼神带着笑 语气里温柔而有感情 我们交流得很顺畅 下台时掌声雷动 没人发现我手里的稿子 早被我捏成一团废纸 我从没想过就那一次 浅浅竟然对我一见钟情了 在这里 首先得感谢我爸 为这件事做出的卓绝贡献 但那时我不知道浅浅喜欢我 我就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然后拿着花准备去碰碰运气 却被浅浅泼了一杯柠檬水 我当时真以为她是故意的 因为我觉得她大概是讨厌我吧 可当我洗完澡去找她道歉时 她却坐在湖边的长凳上 抱着朋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嘴里一直念叨着 我真的不是故意泼她的 你说她会不会讨厌我 我手里拿着蓝色妖姬 无声地笑了 也就只有她敢这么想 她根本不知道她有多优秀 所以总是仗着不知道 而妄自菲薄 我都恨不得把她放在心窝子里疼着 怎么舍得讨厌她 我站在他们后面等了很久很久 也听了很久很久 我听到了她的心意 也知道了她的计划 更知道了她的决心 那天回去之后 我想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起来 我开始四处筹钱 着手自己开公司 我想看看 她能给我的 我到底配不配接受 我们两个就这样各自为我们的将来努力着 后来公司步入了正轨 我在大四的时候用正的钱买了房子 不知成了她喜欢的样子 直到后来 我发现浅浅存够了三百万 我就让爷爷去打听一下浅浅什么时候来表白 可没想到 我爷爷竟然直接将我们的婚事敲定了 浅浅竟然趴在我肩上睡着了 太可爱了 她的嘴巴嘟着 可爱得像个小白兔 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把她的那篇写得那么正经 反正都是我们两个过日子 和你们又有什么关系 我不写了 我要陪浅浅睡觉了 不 我最后再郑重申明两件事 第一 不要再提浅浅花了五万买的那条长裙了 她听一次 就会对我生一次气 我那时纯粹就是因为紧张说错了话 你们老问问的 烦不烦 第二 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浅浅存够了三百万 私自盗取别人的银行号和密码是犯法的 知道吗 所以你们就算问 我也不会说 我们就算散签了三百万辆的ез露